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 确实事实难料 一点点的英国变化就可能毁掉整个事情的整体布局 最近美国因为狂妄自大 自以为牢牢抓住了全世界人民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 它不仅没能缓解国内的经济形势 反而还引发了通货膨胀 导致银行倒闭 出乎它的意料 美国经济危机 作为资本主义国家 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会爆发经济危机 早在今年年初 美国耶伦就对美国经济环境进行了严密考察 通过一轮调查 他发现如果美国不提高国债上限 将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如果按照梅耶的意见上调国债上限 势必会对国内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洋也认为 面对经济不景气 美国政府应该通过缩减开支来省钱 不过当这两份报告交到拜登的办公桌上时 拜登并没有在上面签字 相反 他认为此举并不能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 还会令国内民众产生对政府的反抗情绪 毕竟要减少财政支出 必然会减少对民众的支持 而2024年将是美国下一轮领导人选拔 在这个关键时期 拜登不愿意为这场经济危机得罪民众 经济危机中的行动 但拜登不能忽视经济危机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 他采用了他用来面对经济危机的方法 即美联储的加息政策 提高银行的利率 吸收更多的资金进入银行 让国家有更多的钱 以应对经济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本以为这个措施会缓解国内的经济形势 没想到没过多久 银行就因为收入不足而倒闭了 投资于银行的储户遭受了巨大损失 他们希望美国官员在经济上给予他们补偿 在他们的意见上传到白宫之前 财政部长已经表明了 美国官员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 美国政府的不坐位 导致国内多家银行纷纷裁员倒闭 之后 美国摩根士丹利银行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度裁员3000人 公司业务能力广泛 在全球41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本以为自己能熬过这次经济危机 没想到摩根士丹利在经济衰退下 也难逃低迷 因此 不少人对国家的政策表示质疑 此外 自那以后 美国银行体系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许多持有美债的国家也纷纷抛售美债以求自保 呼吸节奏 全部都在掌控之中 但美国官方并未将这些声音放在心上 毕竟这一切都是美国官方早就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情 美国自建国以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在这几百年里 美国发生了很多经济问题 每次遇到经济问题 我们都要采取美联储加息的政策 主要是利用美元在全球霸权地位的影响 造成全球通货膨胀 导致全球货币贬值 随后 通过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操作 通胀问题逐渐从美国自身转移到世界各国 这样一来美国就把自己国内经济危机的重担甩给了其他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样的负担无疑是沉重的 大多数国家都无法抗拒美国的这一操作 往往导致国内经济出现重大问题 但美国只关心自己的生死 美国为了实现自身的经济稳定 不断印制美钞 以刺激国内消费市场的购买力 获得裁员 去美元化 只要美方过去实行这个措施 肯定会屡市不爽 全世界都会被吃掉 但没想到的是 由于过度自信和经验主义 美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大跌 当美联储加息时 美元在全球收割资产后升值 其他国家也开始对美元实施制裁 尽管目前美元座位全球最重要 储备货币的地位没有改变 但全球多个国家已经开始了 去美元化的步伐 今年3月 在中俄合作交流中 双方采用人民币座位结算方式 4月底 阿根廷也宣布将使用人民币支付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这样一来 人民币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美元的地位也逐渐下降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 到2022年 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将仅为40% 与1999年的71%相比 已降至历史最低点 而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和 中国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对外贸易关系 与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也开始日益密切 在这种情况下 为方便结算 双方往往将人民币作为重要的结算方式 此外 由于美国经常使用美元来控制他国的经济波动 所以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印象都不好 所以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美方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别国生死存亡 为了本国经济的稳定 许多国家也愿意打败狗 此前与美国关系良好的欧洲和中东地区 也相继开始消除美元的影响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美元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时 就会摆脱美元的控制 而这也是美方诸多不公和坚持单边主义的后果 美方要想解决这场危机 就必须已成待人 放弃阴谋 关注我 了解更多国际时事